我这些华文小学 我给那个华人 这个不公平的待遇 我这样不对 所以我带领你们这些 过去被迫害的人 我们重新争取公平的 这样的一个权利 结果赢了 对赢了 然后所以他现在要 这个第二旺再次的 第二次再度的担任总理 他也是现在世界上 最老的当选政党领导的 而且重点是 这个昨天他们投完票以后 要开票 突然这开票中心 停电两小时 这样子到底 出来的结果是 然后有大量的选票 这个从国外运进来 因为他们规定 这个通讯投票 海外投票 必须在这个投票截止 当天的时候 运进国内才算 所以他们很多人 怕寄不回来 就直接就是托人 用飞机这样坐回来 用飞机载回来 尤其什么澳洲 而且什么香港台湾 很多选票都带回去 而且很多华人 这次都勇敢的 呼吁大家投票 那马来西亚很特别 他这一次的这个人口里面 投票人口里面 20到39岁的 四十回一海 这个选举人 占了全国人口的40% 所以他们就有一种 像这个过去 像上一届 我们台湾的选举一样 年轻人决定了 这次选举的胜败 胜败这样子 至于说他们到底 是不是真的能够获胜 因为目前是自己宣布了 我觉得因为马来西亚 对台湾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我们还是要持续去 关注这样一个讯息 时间来到7点31分 我们准备休息一下 一段要来的奉猛 法税改革联盟的税财户 有位林女士 她说他们当初开医院的时候 国税局竟然带着马表 站在门口算人数 来推算所得 哪有这么奇怪 休息一下 再回来 大家加把劲啊 过了这个好汉坡 前面都是美丽天堂啊 好累哦 我怕还没看到天堂 就先上天堂了 爬山践行 就是要有体力跟耐力 我平常都喝这罐水蛮牛 它含维生素B曲 补水又提神 来 你们试试看 哇 生的体力都来了 走 天堂我们来了 耶 启动快乐 挑战极限 水蛮牛 是 第一名电台 就是第一档的志愿 因为感谢你第一名的支持 不到心想会继续用 亲三公园补合瓜 携贴关心拔感情的精神 来为你服务 我们会继续努力打拼下去 威鱼啦 一只会威鱼片 餐餐都方便 放下啦 炖饭 海鲜汤 通通都好吃 爱之味鲍鱼片 DHA高三倍内 爱之味 珍宝三明治鲍鱼 蛋饼 汉堡 三明治 早餐绝配 扩桑 你终于坏性车咯 对啊 结果我比较之后 就是这台无特的ESCO 它有建口车的边界 空间大又舒适 让我们女儿子 跟公主般的享受 咱们真贵 ESCO 有名是豪华中型车 幸福小车架 现在五五好享受专案 有五万政府就换金 够五万福特好礼 再抽豪华公主邮轮 双人行旅邮金呢 看起来 现在玩ESCO 当中是吗 对啦 FORD 人心到底怎么走 博德国王红龙红唱给你听 人心恰恨 啊 人心一沉八一沉 减心苦涉自己一沉 亚麦叫五四买万壇 看你人心酸在哪一沉 博德国王红龙红年度大跌 人心恰恨 华特音乐美好推荐 你有多久没看到妈妈欢喜在唱 听开到小孩时的商品 想起妈妈美丽的笑容 今年母亲节 要让妈妈一个特别的礼物 一鹤牙医 不然有完整的全口X光检查 竟然有大心的诊后服务 让妈妈重拾牙齿的健康 也随着等待很久没看到的笑容 一鹤牙医 02-2356-3311 控理2356-331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北部 中部 云嘉 花莲 连线播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超级宝宝 我是阿峰 布水季节总是容易来 每年五六个 就是我们布水的时间 但是有的水改召了就不能走 有的水乌龙税丹 一直来我们要如何呢 我们今天同样来讨问这个法税改革联盟 我们今天的税灾户是一个林小姐 要去我们这个法税改革联盟的 我们的志工蔡富强蔡律师 林小姐你好 你好 蔡律师你好 主席你好 谈生本部长你好 我们今天来这个分享的这个林小姐 她是一个她们狗狗开一间诊所 结果这间诊所呢 行李好到国税局上上 我们很奇怪的说这个 便宜啦 因为应该她的收入应该都很透明的嘛 因为很多都是这个 这个所谓医疗补助啦 还是说什么的 没有这些收入应该都是 非常清楚明白才对 那国税局可以怎么样来 这个联盟呢 那这个林小姐 你不劳你介绍一下 你这个案例好不好 好 那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学校打开了第二天 因为生理不错啦 所以国税局的人 就派人到门口去站岗 然后就拿了马表开始案 对 她是站两天喔 第一天我认识是说 啊 没关系啦 反正来几个人就算几个人没关系嘛 结果第二天再来的时候 我们二哥就问她了 二哥就不太高兴就问她说 你是人家骑马表是在骑什么意思啦 她就说 我看你们小姐几个人我骑几个人 她说 我看白人跟小姐来的人是不一样的手机啊 你是怎么算 她说我看小姐来一个我就骑一个 所以我二哥就会很生气了 你的意思是说 她把所有上门的人都当病人 是啊 所以说比如说你如果妈妈带小姐玩两个 对对对对 所以说她就是说 我们这个国室的舅舅说 所有来的人都要打扮 是是是是 当然这是开玩笑啦 重点是说 除了人所以外还有营业额的问题 对啊 每一个人背景都不一样 虽然说 你们二哥开的这是小儿科内科 这是一般的所谓的那个普通病啦 对 还有问题是每一个这个疾病 他的这个状况不一样 嗯 他可能这个所谓的医疗的给付也不同 他要怎么给你算你的收益 他不都用平均值呢 还是有菜单 没有呢 他那个算法是 陶医生第一年的手得是 大概他们有一个急剧 就比如说你报的是13%起跳 然后过来你第二年 可能就要升为20几%这样子 但是他没有哦 第二年他就要求我二哥开40%的碎单 叫个人所得了 抓去最高的那个急剧 对对对 第二年就有概念了 那里面 真的是爱国人士 那是 原因就是因为 他用马铁给你算 感觉说这行李很好 对 他也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收入吗 是的 但是问题是这样好了 如果不管你的收入的话 他这个母数要用什么来成 我们说40%是这个比例嘛 母数呢 应该是 母数他没有叫你报吗 没有 那时候都是拿老保单嘛 老保单就等于他医生可以跟 你等于是过号费是多少 然后老保单又可以跟医院 跟务保局申请金额 所以他就用那个人数的数量 所以我说便宜的钱是最好差的嘛 因为你不是那个钱都需要申报嘛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千二仇的 是的 你这个 比如说你过号费收五十八十一百 那平人都会跟你说嘛 你还要开手机嘛 对对对 所以这东西都找不去 所以说他要怎么算 他才会找钱去 所以今天这个医院的收入 你说好了 你本来说你这个 医院的年营业额一千万 你本来扣20%的 你年要扣40% 40%可能要跳两千万 这也可以乘以40% 所以用人数啊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母数 他母数 譬如说我们这个人的税金 你如果说你年收入四十万 扣除掉必要的剩下二十万 你才会磕十三% 结果他这样不是 你存两百 你也叫你扣十三% 这样乘起来不怪嘛 是不是很奇怪 是啊 所以他没去丢这个母数嘛 没有 他只丢%数而已 对对对 不然又有丢去 有啊 我们二哥也是很乖啊 看收你多少就去扣多少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二哥 跟那个孤岁教会的人 跟他说 你去唱银行更快 其实唱银行可能不快 唱医生更快 因为那是一种 你太霸道了吧 而且重点是 医生以前都很厉害 没办法做医生嘛 但是呢 数学很好 不一定管理财户就很好 所以说 以前都要带一个神心牛 对对对 专门关籍 这个神心都更厉害 因为他只专注于这个数字嘛 医生就管这个健康 所以说 我们这个 过期我们说医生对我们 这个台湾社会 贡献很大 不是只有健康 可能这世纪也搞不错 国税局进步 找医生一抓一个准 因为医生都想 我会给你计划 对 有那个神明跟你计划 不如就看过那边的人 对吧 真的是这样 所以说 你这样说 这董事是几年前的事情 这差不多 我40年了 要求几年了 过来都开始到40了 真的是 您二哥我们要对他肃然起见 跟他政政理 真的 他求那么多 别人就没求那么多 今天已经退休了 大家都知道国税局要求麻烦 是这样 你欠多少就要找几个人 要找你们二哥找一个 可以计划10个 你知道吗 40%是不简单的 整个人都会故意 他说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民不予官党 说真的 我们要找这个政府拼 你不是说家里 我怎么有一个 一些势力的人 没什么人轻做这个台 尤其说几十年前 那时候又是这个 威权时代 是差不多 所以那时候 我要给你换40%算客气了 要给你换40% 你是要怎么 算客气了 但是刚才这种情形 说现在现代 我们刚刚讲了 他这个很明显的不对称 你必须母数到一个程度 你才能磕多少的这样一个度 他今天如果推算你的母数提高 那就算了 他今天不只是推算你的比例提高 那再谦告这个蔡律师 如果像这种情形的话 我们应该一般来讲 我们可以怎么样 来说这个距离力诊 第一个他看他站刚站几天 嗯 两天 那站两天怎么推估一个 一个 我觉得至少要站个一个月 那个推算出来的 平均值也才比较 月平均值 才合理嘛 对不对 季节也是有关系 对啊对啊季节对啊 有时候那感冒 对啊也不是每个人 一点三百六十天 每天都在生病嘛 对对季节变换的时候 生意比较好 对啊对啊 所以说我觉得 那至少也要对啊 那至少要个半年 平均值才能分 那你国际局 有这么多的激增成本吗 所以第一个取样就有问题 对啊对啊 所以说其实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只会发生在三十年前 其实在现在也一样啊 我曾经有看过一个案例啊 嗯 其实这个医生我也认识 他在钟永和开了一间 大概中型的这个 中型的医疗机构 嗯 那有一年 他们也是收到国税局 要他们补税 然后补的金额是 我记得是破千万 对 然后他就说 我们找站位的财税的人 而且他是一个很 很守法的医生 他说我全部都是按照 会计制度来 我没有讨论任何一块税 嗯 那他就说那你来查 嗯 结果他就在他们 他就真的来查 然后他们的会计师 这样子跟着国税局 这样整整搞了一个月 对 他的会计人员受不了了 嗯 他会计人员就在求他 他的会计人员说 那一个月整整瘦了七八公斤 哈哈哈 被折磨 那是五百万不是五百块呢 精神压力很大 对 精神压力很大 甚至他的会计人员说 如果 如果 如果柯医师 你这么坚持的话 那我不做了 嗯 所以柯医师为了要留下 那会计人员之后 最后没办法就 忍痛脚了 那忍痛脚了之后 他也心灰一能 他就把 中永和的那一间 中型的诊所收掉 嗯 然后他说 他就跟那个 国税局的官员说 他说 我一年在中永和 做CPR 嗯 救救的人 因为那时候中永和 没有好的诊所 所以大概有 有需要CPR 全部往那边送 他说我诊所将来关掉以后 因为来不及CPR 而上升的人 全部算你的 哦 嗯 这算回向 回向 对 嗯 我们这个中永和 不是这个双核医院 成立了 中永和他那边 基本上 医疗机构是比较少的 对 他是在双核医院成立之前 对啊 啊 刚才说到这个重点是这样 刚才便宜那些 不是只有便宜 在用理码表 餐厂啦 餐厂最多啦 餐厂要推算你的营业 也是用码表 而且他平均 如果是让国税计算 每个人的消费都很高 过去就发生过 甚至有像那个知名的 餐饮业者 用招牌 整个那个 那叫什么 商号名称 整个商标都给拍卖掉 有很有名的 那个点心的那个叫什么 橘水轩 橘水轩啊 或者是像那个 几个知名的品牌 都有曾经被 国税计这样子硬算 他不敢玩 结果整个商标都给我们拍卖 干脆就关起来 不要做 做整十年的 这个知名品牌 也不要做 所以其实这个国税局 硬要收税 这件事情 真的是对大家伤害很大 其实这整个国家经济影响很大 他逼着这些台湾的经济活力来源的中小企业 大家做不下去的时候 其实影响的 不会是整个这个企业体本身的 他还包括这些企业体所雇佣的员工 这些家庭 其实他 他要考虑的是应该是 其实其实国家应该是要藏富于民 那国家经济附落之后 你国家的营业税的营锁税 或者是这种这种这种交易的 自然的就会水涨船高 就是人民有钱以后 他乐于去消费 国家从消费那边所激增出来的营业税 或者是从企业因为营锁增加 所增加出来营锁税 其实会自然的带动上来 那带动上来之后 他给员工下金 员工缴的个人中的所得 所以又会增高 其实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 让整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上来 而不是现在这种杀鸡渠乱的方式 我们经常听到的 至少国税局很少针对上市贵公司 我们这个化现说 他们都惊人吃 因为上市贵公司有强大的法务部门 跟财税部门 会计部门都强大 你国税局的人 可能一个人抵抗不了那么多人 所以他们都找到中小企业 对 但是虽然说我们这个拳头虽小 大家集合起来也是力量大 所以说我们今天法税改革联盟 跟大家分享这些 那个所谓的税灾的案例 让大家知道说 你不孤单 如果真的遇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 你可以找法税改革联盟 来做这样的一个陈请 大家一起来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活动 5月12号全台大学生 有一个活动 请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由这个中华人权协会 他所主办的 就是一个税负人权的校园PK赛 然后就是欢迎这个全台的大学生 大家一起组队来参加 只要三个人就可以报名 而且可以跨校混合组队 然后报名的话 就上中华人权协会的官网 还有是到脸书网页 都有相关的报名资料 然后总奖金有三万八千五 我觉得对这些的 薰薰学子不如消补 可以买一台iPhone10的 大家赶快组队来报名参加 加油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上这个中华人权协会的官网 或是脸书 去看一下如何报名 赋税人权的这个校园PK赛 这个顺便 刚好让大家在出社会之前 恶补一下我们这个赋税人权 该怎么维护 较买 要不要出去外面社会 开始贪钱 就开始落水金 而且缴得还不寝不怨 这样就不好了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林小姐 跟我们蔡律师 我们休息一下 吃再回来 谢谢 再玩 请一按 不可以做了 拆一拌就要保重 贴买 整日蛮不好了 给我们超vas温 少年黑生很大 来 清清卤筍汁咱乾一嘴 帮助人肯窩掉的瞬息 領鹿筍汁 欠了名五兩顆心的 青青鹿筍汁 青青 媽媽說理說的樂開懷 詳情請上台灣大車隊 粉絲團查詢 零八零零八八二一一五 零八零零八百一一五 愧恩生計給你最好 阿米啊 奇怪耶 你常常交代很年輕 第二點又接騙騙 是怎麼你的行李很年好 是有什麼筆骨啊 我吼 是去報道連報網做功課 這功課如果做下去 客人就一直來 不要跟你說 我要趕快去收錢 是呀 阿波多連報網做個幾號 還有 抗議二三二一 Q-0-0-2-3-2-1-9-0-0-0 報道連報網 北部 中部 雲家 花蓮 連線播出 報道連報網 是我們的電台 掌握新聞脈動超級爆爆 與世界同步更新 歡迎大家繼續收聽超級爆爆 我是阿峰 我是阿峰 我是阿琳 接下來我們來關心軍改 今天要拚過頭關了 嗯 對 這個昨天一直到半夜12點 還在審查當中啦 那希望軍改今天可以力拼過關 那在昨天的軍改會議上 其實也是有蠻多問題的啦 那民進這個國民黨 以30人次拖延了將近三個小時 那這30個人講了什麼內容呢 大部分都跟程序跟這個軍改 可能沒有多大的關係啊 不論是說這個國防部造假財務 來影響評估啦 或者是說要求立法院 先把外面的巨碼撤掉 才要繼續審查等等 這非常多的一些狀況 那後來國民 這個民進黨也出其招 來推進這個流程 其實我們都知道 像過去這個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如果是用盡各種方式要干預 那其實對於這個法案的 這個態度是非常明確 就是完全反對啦 那國民黨在這次這個 在所謂的軍人年改這個問題 他又不敢講說他全然反對 他甚至提出了自己的版本 對 可是他有部分 跟這個行政院的版本 都是一致的啊 對 有部分啦 對 那甚至說這個 做那個所謂的現役的 這個軍事官 我們這個軍人朋友們 大家其實對這個 所謂的年改的部分 已經沒有多大的意見了 那會有意見的是誰呢 是這些所謂的八百壯士 這些已經退役的 對 已經會收的 對 這些呢 這個 很好做金額 你要做這些 他們唯一可以同意的 一個年改方式 是什麼你知道嗎 對 是什麼 就是不溯及既往 就是說他已經退役的 這還要繼續領埋 領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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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這個18%最好是不要動 從還沒有退的人開始改 已經這個我們已經會的 這些你通通都不要動 所以這是完全沒有辦法溝通啦 因為上次我們還記得新聞有看到說 他講說這個一個月指令 三萬八千九百九十元 為什麼等同現在社會的22K 有很多人就說 哎呦 你這樣也會講出這樣子的話 真的是讓大家開了眼界 對啊 甚至說 國民黨的這個立委 徐志榮 徐委員 他居然在這個國會電堂裡面 說出這樣的話 他說他覺得他很怕 對 怕什麼呢 他建議未來半飛總統專機的戰機 不能掛彈 要不然就怕他們對總統發射飛彈 發射飛彈 這個林立產也是啊 他用台語再講一次 這個徐志榮的話 然後認為說 保護蔡英文是被他砍掉的 的這一群人 坐在專機裡面的總統 雖然希望 雖然是姓蔡啦 不過不希望 他是坐在等 嗯 其實我真的很懷疑 這些委員到底是哪裡派來的 嗯 對 會說出很多話啦 因為事實上呢 有沒有任何這種機箱呢 沒有啊 他們既然說 他們是為了這些軍人們去發言 為什麼要說出這些 啊 挑撥我們政府跟軍人之間關係的話 真的是讓人覺得很奇怪 對啊 沒錯 那後來在這個審查的時候 因為他們一直在杯葛嘛 那一直拖延時間 而且他們連跟行政院版本一致的 自己的這個條文他們也反對 後來民進黨乾脆就來表決他們的版本 啊 他們才不再反對 啊 其實這個兩個版本內容是一模一樣呢 其實其實我們已經知道說 人根本就是要亂的 他沒想要討論 那我們這個執政黨 你有多數的這樣的優勢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明快的做一個決策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啦 是啊 是 沒錯 這個社會成本也是很大的喔 是 好 接下來我們要關心 這個民視新聞台斷訊 對 竟然擴大延燒呢 對 有可能到了今天的晚間12點以後 全台有178萬戶的民眾 都看不到民視新聞台 這個178萬戶是沒算頭前已經斷訊 5月4號以後斷訊的76萬戶喔 你如果加起來是254萬戶 我們全台灣的這個有線電視的頂戶 都總之五百十九萬 所以說你如果算254萬算下去 總共49% 49%的這個收視戶看不見民視 沒錯 所以NCC昨天也加重開罰了 這個TBC有330萬元 還有民視20萬元 那另外呢 要求TBC要提供價值 200到350元的價值包 來補償所有的收視戶啦 斷幾天就要賠幾天 我覺得NCC目前這樣一個處理方式 非常消極啦 他把這個動作是一種 簡單的這樣的一個商業增值 那事實上呢 這個我們台灣這個所謂的這個媒體頻道喔 是一個有限資源 而且是一個公共財喔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才會做一個特許的一個經營 你如果任由這些不管是頻道經營商或者是系統商 你們這樣彼此之間利用這種商業競爭的手段 或者是說不管有沒有這政治力的介入啦 都不允許你們隨意的這樣斷訊 去傷害民眾觀看這樣一個頻道的一個權利 沒有人可以任意停掉那個民眾可以看的這個任一個頻道的這樣 所以NCC昨天也再次的利邀喔 就是希望說今天在晚間12點之前能夠讓這個頻道商跟系統商 趕快坐下來彈出有一個結果 那也希望能夠趕緊的恢復民視上架啦 因為如果今天晚上12點之前 結果還沒出來 那就是我們剛才說講的 過期發生這種爭執都是政府這個介入以後 限期要他們解決他們才解決的 不然他們跟他們拖下去 反正你們看不見民視沒關係啊 對不對 但是呢我們這個已經仰賴這個民視 我們這個中南部的朋友 因為這個以台語為主軸的這樣的一個電視台並不多啦 很多人看不到民視他會覺得很辛苦 是是 所以說我們這個政府一定要好好地來處理這個問題 嗯 沒錯 好 再來呢提到跟這個教育有關的 這個五萬三千位 但是我們時間已經夠了 哦 是耶 是 我們沒有辦法再跟大家講這個部分了 是啊 我們這個後一段這個 後一段再來跟自己說 後一段這個新聞由這個阿峰和這個政院 繼續帶大家來服務啦 我們這個準備休息一下 吃個褥褥褥 阿公 哈哈 我總算是找到退休的好處了啦 住朋友左岸公園 自行車道 未來淡江大橋 青軌捷運V36站 走路到處了 588萬起 兩房 向海景飯店宅 8630 3086 台北晴灣 注意 最好康來囉 今天 紅金洗完了 我說為什麼用這個 他說這個是大家都覺得 熱泡好喝 冷泡也好喝 是這樣嗎 對 今天這個就是特別條線的 燒泡 冷泡 都非常清香 非常甘甜的好處 三月的紅金鴨 你就知道說那大旺的程度 說到紅金鴨也不是說每天有的 這是不是一年比較一貴而已 這一年一貴而已 這都要春貴的時候 它當作在補給的時候 才有這麼漂亮的經濟在那裡 我們今天有帶茶來 啊 很香的 我們茶 你如果是在冰冰的時候 你喝茶水的氣味 有清香 茶水絕對會比較甘 因為它沒太燙 你喝了 它剛才對我們水來的散發 是最好的的時候 所以它是溫溫的反而是最好的 是 好 我現在喝就是溫的啦 嗯 真的好喝耶 真的很舒服 近前不喝過的朋友 快點聽到賓國在說 你就在電腦了 好 今天一樣買一斤 送一斤 只要1980 一年一度的三月的紅金鴨 就在0800551900 空白空空 五五一九空空 愛喝好的朋友 三月的紅金鴨 不要錯過了 好 再次謝謝專業自茶的 和平方茶廠的李憲平 謝謝你 報到最好康 後來繼續報好康 你們家看起來怎麼會覺得新呢 因為我找雅宏來幫我做設計 不管是新房子要設計 既房子要還新 雅宏設計 讓你3D效果圖 價格合理透明化 包括洋宅風水 都會幫你注意喔 室內設計裝修大小事 交給雅宏設計 布置你最美的心情 02-8991-4567 8991-4567 是 撥 magnet 2-3D險 緩作 2002-8991-4567 博圖連布王 北部 海警 中部 云嘉 花蓮 連線 播出 不作 環抵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超级报报》 我是阿峰 我是余燕 今天等下8点10分的时候 我们的江中部长贺成蛋 会来到我们节目训定 我们现在先说 今天报线有很多新闻 这条我是感觉很重要 油价预估要触及30元了 最快下周就要启动还涨了 这个是中油吸收的涨幅 中油每个礼拜一 都会做这样的一个 每周的油价的检讨 跟重新的调整 上面我们就有说过 油价的这个还涨机制 我们跟这个马政府时期不一样是说 过去可能要到32块33块 36块 现在我们30块的启动这个还涨机制 重点是国际油价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我一直收到赖的传言 赖的传言都一直说 马英雄的时候怎么办都怎么办 多好都没起床 结果民进都起床 结果我找出来说马英雄的时候就起得很高 是啊 所以现在的谣言声是很多 完全是造假 蓄意造假 对对 这是没有A5的新闻 今天捧个一部逃半 因为也是我们的谣言 现在苹果日报的头版是说 中华电信开放一个499吃到饱的大战 结果现场全部排队 从桃园台北台中到处全部都抢进门市 因为大家都听说499一个月不到500块的吃到饱 所以大家都去了 但是苹果日报头版头是说 那老客户就骂了 我们对中华电信不离不弃 这个是北七吗 不离不弃被当北七 对 这是怎么办 它是说过去很多人对中华电信其实有感情 中华电信因为我们是公营的 政府经营的 大家觉得它的服务比较到位 也觉得买买买买 因为民间的电信业者 有时候跟你说这多好多多好 结果就经营不够正派 可是很多人因为这个样子 结果发现为1399还是11多少的 突然变成499 我怎么会给6%多钱 对 而且北北是中华电信的 如果过去我也是用中华电信 像我就是这种 我也是对中华电信不离不弃 我是从黑金刚的手机的时候就开始用 但是结果我也想去换499 可是真的 因为这样的话我要毁约 因为我之前就绑住了 用这个电信费来买手机嘛 所以我算一算那些客厅 我不一定会合啊 对啊 所以大家开始买啊 既然有499 为什么我之前要用到 这个1100的要用到多690的 590的 还有现场等号还要等到200号 所以我们就 很多人啊 等200号 不能台湾的电信费我觉得就都太贵了 所以现在至少可以降价也是很不错的 是 但是我们比中国可能比较少一些 但是我比过跟欧美 跟欧美 对啊 当然人家 因为我们台湾是这样 亲亲在在 年轻人家 手头的两三机 对啊 我们薪水越多 机子越多 对啊 这是很奇怪 没在贪钱的 机子都用得更好 对啊 台湾大有一个业者是教我们是说 你也没违约 用违约金来转换 不一定会合 会合啦 所以你就要换一个 可能你也要算一个 他说违约2000块以下的是可以考虑 超过就算了 对啊 也有人分析说这很糟 因为对于市占率 他觉得影响小 可是在固盘啊 因为这是全台4G用户 已经到达2258万了 里面中华电信占的是35% 台湾大占248 远传也是24%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 本来就是固盘的意味啊 输人不输 所以大家拼下去 这是499的风暴 是 结果今天联合部 主席部跟中国市部 都是相关的新闻 我们这个柯市长柯P 竟然为了两岸一家亲 特别找人 听说有透过这个某副市长去安排 陈景峻副市长 找了这个陈雨昕 陈雨昕是办市大运的时候的顾问 也是谢系的 找了个电台去做这样的一个 曾经特别给我们道歉 没给你道歉 因为我也是为了两岸一家亲 感到难过失望的人 他是说他是针对 对于听到两岸一家军这句话 觉得难过的人 就是我啊 那我了解 这个柯P 柯市长昨天是到 留学厚宾电台 在陈景峻和陈雨昕的 陪同之下 采预录的模式 就开始问 他问说 当时他是为了 降低中国的阻挠 所以在当时就说了 说两岸一家亲 然后之后又讲说 大家床头床 床尾和 所以他说 他有时候讲话快了一点 但是听着都没错 跟他一会失礼 这真的是真正和风 但是他还讲了 他是说 他讲那个话的时候 只是那当时 有一个桂冠 所以他就 说那句话 两岸一家亲一会失礼 他就说 他当然休庭 小英要连人吗 所以这个联合部有经历 因为今天联合部 标题是这样 我跟他说 中国是没有的 比较崩溃 他说 他的头版是说 期待跳脱蓝绿 跳脱蓝绿 在柯手上毁了 然后他的评论是说 柯文哲荒谬即转弯 难逃里外不是人 结果北市府澄清 你听得清楚 北市府澄清 柯文哲人 抱持两岸一家亲的观点 这是我不知道 到底意思是有亲还是没有亲 我感觉这句话不是曾经说的 这句话是中国时报自己解释 是这样 曾经说他只是为了当时听到这句话 而不舒服的人道歉 不是为这句话道歉 了解了解 所以中国时报是没有说北市府 他是为了向这些人 就是像阿峰这种心来没松开的人 他是为了我们的亲爱的 不是为了这句话 不是为了这句话 阿峰了解 所以联合部经理 就是柯市长到2017年7月 有很多媒体问他说 这是不是民意 他说一家亲总比一家丑好 就是识问虚答 是回马枪 然后八月的时候又有电台问他说 为什么你要提两个一家亲 柯文哲是说 遇到美国人要讲英文 遇到阿公要讲 他们老大讲过的话 所以见人说人话 遇到阿公就说阿公 八月今年三月的时候 他就说 他讲这个话不见得他喜欢 只是想这样做冲突 今年四月议员问他要不要收回 他说说出来为什么收回 说得很怪 五月的时候他说 就这一次 他说大家听了不错 只能说抱歉 不好意思 阿公他说是为了过关 也没有想那么多 那我就想起来 我就觉得一家人 是不是不认识 一句成语叫做不卑不亢 他就是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脚烂掉的时候 剁掉脚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那但是当然从政不一样 从政大家会看 你的价值跟理念 所以很多政治人物 有时候是昙花一现 你要想朱高正委员 他在当时刚解研的时候 跳上立法院的执行台 那个时候他是呼风唤雨 但是陈子何时 朱委员后来他的支持者 也是突然就变色了 那他的 他本来是民主战舰 对 我就是说每一个政治人物 公众人物 我们都不是看一时的 不是看一年两年 是看永晚的 所以现在昊主席说的 我跟十年后 人民也是会给我们减严 这就是公众人物 和政治人物 一般做成立人 不一样的地方 对 所以邱毅人 民进党永远的秘书长 他现在是说 北市如何布局 要看新北选情如何 他会朝有利 新北的情况来处理 那当然选队会预估 台北市可能会有 六到七组参选人 可是他没有说是 字体好 还是要对新北市好 但是我认为邱毅人的判断 秘书长的判断是对的 那当然郑立军文化部长 立军昨天来接受 宏一的专访 他特别说了 看到他的 隔大观 是有距离的 所以不一样 这条新闻 因为我们等着十分的时候 就要邀请 我们的交通部长 贺程担贺程部长 来谈一下 他最近的交通措施 一些努力 还有他的从政心情 但是这条新闻 还是要讲一下 花莲县 傅昆琪 今天被爆出来说 拿善款 就是赠债款 来办餐会 傅昆琪 郑厚感恩 然后但是 最后他有澄清说 没有啦 发微温金是用善款 但是办感恩餐会 使用县府的钱 而且爆桌之后 追加700个便当 还有议员有意见是说 现场都没有 把理会跟民态 只有他们没有啦 就是要选管党的 徐真卫 是 说全台湾 最后善用现任优势的 就是我们这个副县长 阿邦佑是说 这个不贵为花联网 对啊 对啊 因为这个立委 这个徐立委 他不是用徐立委的新闻 我们是用徐县长夫人去的 是 好 我们现在八点十分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进节公歌 随时回 阿公 我总算是找到 退休的好处了 处边有左岸公园 自行车道 未来淡江大桥 清贵捷运V36站 走路都会到 588万起 两房向海景饭店宅 8630 3086 台北晴湾 什么 转车扣扣 只要扣扣扣 不要怀疑 来嘉南起车 专车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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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给你允议 够行车记录器 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 广角120度 4.3寸萤幕 只要1990元 金卡 A555353 A55353 A55353 嗨 我是健的谢一芬 你今天吃坚果了吗 卫福部建议 每日试量坚果 友谊健康 现在万岁牌 每包都有食品安心履历 坚果资讯一清二楚 安心看得见 所以不是万岁牌 我可是不吃的哦 母亲节台湾大车队 55688最贴心 让您免费搭车 再抽母亲节好礼 最近下载55688APP 搭车玩抽奖 每趟都有机会 获得200元搭车金 拍照上传活动 再抽20万大奖 奖品多元丰富 让妈妈说理说的乐开怀 详情请上台湾大车队 粉丝团查询 你有多久没看到妈妈 欢喜在笑 天气到小孩时的商品 想起妈妈美丽的笑容 今年母亲节 要让妈妈一个特别的礼物 一鹤牙医 不能有完整的 全口X光检查 竟然有大心的诊后服务 让妈妈重拾牙齿的健康 也找到等待 真久没看到的笑容 一鹤牙医 02-2356-3311 让你二三五六三三一一 廖爱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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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太来啊 变车 廖爱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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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音乐好 廖爱狗 廖爱狗 廖狗 建国的冷度平白 中皇家隔音门窗 廖爱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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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首选 中皇家隔音门窗 你パ息 部堂犬 台湾 中皇家 坐 李宗 廖爱狗 炫爱狗 DOM 北部 第二 isol 没有 欢迎回到超级报报 我是简余燕 今天来到现场的是老朋友 这个头发已经白了 但是依旧这个神采意义的交通部长贺承淡 部长你好 你好 老的部分是我这个部分 余燕一点都不老 谢谢 余燕是好朋友 谢谢 其实我们一开始 我是想问部长机场捷运的问题 因为我从好久以前 机场捷运这个词在台北市 在台湾出现20年了 一次废标换约 还有盖了十年十几年 里面四年还是要跳票期 那一件好好的事情变成烂摊子 我自己很高兴的是 我现在常常去民事录影 所以我都是做积节 很有感觉 那你就任之后 到底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抽丝剥茧让积节通车 到现在方便稳定的运输载具 这里面关键因素是什么 其实我最重要的是 大家应该要重新建立彼此的信任 那这件事情在当时有若干 因为政治的因素 不管是工程延宕 或者是一些改限 增加车站 弄得大家都变成是一到选举的时候 就紧张兮兮的 所以我觉得是上次快要选举的时候 大家把这件事情 有人希望赶快通车 有人觉得这是我还没准备好 你们就要强迫我们通车 这个情形下 还拖啊 对彼此信赖 对就没有信赖的基础了 那我们上任以后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到底这个 其实是心理的信赖 但是表面上看起来的技术问题呢 就一一摊开来看 到底它是不是技术的问题 还是信赖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请了一些专家 跟他们同仁 不管是这个各方面 大家一起做来 把这个技术问题 一一的检视过以后 发现这些问题都可以克服 同时也因为 当政府愿意用一个专家态度 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厂商也重新回到这个队伍里面来 这样的话 技术问题立刻可以解决 立刻可以找到这个 时间表 那这样的话 这个大家就对于事情有信心了 有了信心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 原本就是一个好的服务 以及沿线 大家都可以受惠的 这样的一个机场捷运呢 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 就恢复 让它开始启动 其实你讲的这个内情 是我们外面看不到的 我们每天看新闻 就是讲说 搞了十年 都变世界奇迹了 一个捷运 又不是多难的事情 台北也盖了那么多 台中高雄到处都盖了 哪有那么难 所以这里面涉及的 就是跨单位 跨局处 跨公司的整合 对我们要 大概重点是 刚刚说 这个信赖如何开始 那么最好是找一些 他跟这个当初 有争议的双方 都没有关系的 所以 所以我们前年的时候开始找 最主要是找一些国际级的专家 这样他们来没有任何的瓜葛 他们就事论事 大家慢慢就可以平静下来 就是把这个信心重新找回来 那个时候还没通车的时候 我听他听传言说 赶通车通车的时候 到时候走不动 大家就 我就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传言 捷运真的不是太高深的交通技术 而且这个事情 像你刚刚提到的 已经是若干年了 他根本不是技术上的什么 什么好了不起的技术 大家这个所看见的问题 也都已经是表面化了 并没有什么隐藏的事情 就把它摊开来 面对他就好了 所以现在还满意吧 他营运其实比想象中 还要好一点 所以到现在一年多 已经据这个经营者讲说 他们已经有机会 在三年之内 在这个账面上能够来打平 那么我也希望他们 真的是能够发展到这个地步 三年打平 账面上了 因为其实还有一些折旧 其他等等这些事情 所以这算是 别人 因为你也没有邀功 别人也不知道各种的艰辛 没有没有 这个事情其实最主要是 还是我们的 可以说高铁局 跟这个桃园市政府 这些上面通力合作了 客气了 那当然梳花改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艰辛 那已经通车的 梳澳东澳段 还有地质最困难的东澳隧道 以及这个几个公路隧道 你们花了那么一千多天来盖成的 那现在的情况 你亲自去看了多少次 看了大概四次吧 那也不能说多了 但是至少就是 你刚刚提到这些 比较地质的问题 还有同仁赶工所面临的压力 这些事情 我们到底是感同身受 你光工程预算就是接近百亿 九十二亿 整个这一条线 大概差不多四百多亿了 对 所以这个 我说是古风隧道的部分 就九十二亿 对对对 光是那一条 对 那个就已经是 算是台湾现在第二层的隧道了吧 对 如果把它跟 另外那个观音隧道 接在一起的话 就比我们现在的雪隧还要长了 加起来多少 古风是七千六公尺 对对对 我记得加起好像是十三公里多吧 我有点不记得 它的这个正确数字 哇 这个真的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说 苏花改是一条艰困的道路 那目前是不是 如何是让台北到花莲的路途不一样呢 那重点是要去改善整个交通业务里面 这一面的过程 那您现在最新的规划是 其实回到苏花改应该讲说 如果完全从它原来的宽度来说 它还是可以应付得了 大部分时间的需求 除了连结时间以外 但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沿线的落实 或者是说因为斗弯 我们所造成的车祸问题 这些部分 经由现在的这一个路线的调整 还有一部分的隧道工程 应该大部分都改善 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同仁的努力 除了是在隧道里面非常辛苦以外 应该社会给他们一个掌声是 对于原来会落实的路段 对 他们也没有去忘记说 那我已经走了隧道了 就不用再去管以前那条路了 还是把那条路包括它的边坡 以及这个落实的部分的整理得非常好 对 所以这一阵子大家看见从年初以来 不管是地震或是大雨 原来比较落实最多的 苏澳到东澳这一段 最近没有什么落实的问题 对 这就表示说 其实工程师在这个上面 对于状况的了解 以及整治 是全面性的 那这样一个全面性的做法 我们希望将来有一些 需要好像抢时间的 那么他们也许可以走这个隧道 但是也不要忘记 原来的苏花公路呢 本身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风景优美的路 如果这个部分 我们能够把它当成是在地的资产 来发展比较属于慢活性质的旅游的话 我们想我们这个天险 加上大家的这种寻优仿盛的 这样的一个耐心呢 我想这条路 我们好好地让它安全一点 还是会变成当地很重要的一个资产 对 这几天是开放的大客车 对 8月要再开放大货车 对 这个大客车部分 因为数量比较不多 而且可以说它比较没有什么危险 货车的话 其实是挑战比较高 对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要在这段时间里面 好好地观察 同时也希望 我们沿线这些货车的管理呢 我们也逐渐要落实 对 那使这样的比如超载啦 或者是一些在周末的时候 就能够扫出来 免得干扰到一般的游客啦 这些使用还是在管理上面 都要一路的加强才能够到时候去做开放 对我们今天节目专访的是江户部长赫承淡 赫承部长刚刚提到的苏花改 你觉得他也可以是一个大自然的跟人工的一个观光的模式 对对对对对 我自己就是觉得做观光在台湾当然是非常重要 体验经济体验观光在台湾非常重要 那你提到的就是 这是你在市政府的最大贡献 非常感谢 我就常觉得我当时做的 有的时候是多做的 可是基于丹台湾堂 你就是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让台湾走出去 而不是只透过外交人员的努力 台湾当然要靠观光走出去嘛 但是的确交通问题 就是除了台北市得天独厚 你走出了台北市其他观光客来 比方他要去九份要去金瓜石 那个交通路都很辛苦 那那个时候我就跑去问交通部的朋友说 你们交通是为了观光而设 还是我们观光配合你们交通 那大家就拭目相望 因为过去交通部比较大嘛 所以交通部当然是观光 你交通比方你苏花改做了 大家就配合苏花改来设计一个游城 可是其实这个东西的因果 部长可以多提一点 而且苏花改就是如果你去看 你就已经去了那么多次了 这里面搞不好可以写一个贺城部长 不敢当自己的独特游城 没有不敢当 不过确实预言讲的没有错 观光不是去看好像说热闹而已 观光其实是要一种体验 体验就要有差异化 所以每个地方有什么好东西呢 就应该以这个为主来跟他搭配 包括不管是交通上面 让他是快速到达 大量运输或者是反过来 让他有点寻优仿胜 把这个时间放慢下来 心情也能够跟环境融合 那从这个角度呢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苏花公路上面 就应该大家不要完全只侧重在 隧道是不是要一条一条去打通而已 应该是看看说 我们现在称之为台九丁 这条路我们除了建设单位要让他变成是安全以外呢 在地的这些地方单位也要把他附近的故事啦 或者是要停留景点的相关的一些景观上安排呢 一起来让他变成说他是适合发展出在地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观光资源 这个情形下我想就像刚才余燕所提到的 我们就把它当成说 这个观光本身是一个主体 那么我们交通上面让他快 或者是让他能够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游程的体验 就变成说配合他一起来做了 对 但这个东西其实做的不够细致啦 这是很需要一个部长级的 贺程部长我自己认识部长的时候 知道他是非常细致贴心的人 其实在这里面我先讲一个小故事 在是2008年之后 其实在我们台北市有很多很穷的地方 那这些大家不要想说台北市都会 其实这些小孩放学之后 你如果没有帮他募款 他没有买便当的话 他回家就是没有人离也没有人吃 那甚至有的时候家庭 也有时候爸妈失业 酗酒啊吸毒的 所以当时贺程部长和郭耀祺部长 一位朋友还有一些董事长 没有还是余燕 你帮我们引戒的啦 当时他们就来找我 他们说他们想要做一个放心窝 就是协助穷困小孩 放学之后他们找个地方 然后陪他们做功课 那我这个时候就想 哎这位是现任的 这个当时你是中华啊 已经离开了 已经离开了 对都是董事长跟部长级的人 那后来我就帮他们找了台北市国顺礼 然后由当地的里长们 大家通力配合 那找了就有一些小孩 去任他放学之后 没有地方去的 就由贺程部长等一些朋友 大家募款 然后提供便当跟晚餐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到了晚上礼拜一到礼拜五 晚上六七点的时候 一群部长在那里教小孩子们 写功课 惭愧惭愧 那个时候我很感动 我去抽查 今天是A部长 明天是B部长 他们很有耐心 他们都忙得要死 都没有去出去玩啊 是怎么样 他就是在那里陪 弱势小孩念书 真的不敢当 这个事情真是亏得 当初于燕还在议会的时候 来帮我们签这条线 那重点就是刚刚所谈到的 我们不要以为台北一切 都好像很靓丽 其实还有一些角落 他们是很需要协助的 国顺礼这边像您刚刚提到的 除了是他们在家庭生活上面 可能有时候不是那么样的 完整美满的 他们最重要的是 甚至于是健康上面 都没有人照顾 晚餐有一餐 没一餐的话 小孩就不是发育不好啊 像这些事情 我们最起码可以帮助 就是让他们能够 至少吃一个比较热腾腾的 一起吃个便当 大家孩子们一起也高兴 至于说功课的部分 惭愧得很 我们其实看起来有趣呢 但是其实并没有什么 真正在功课 没有什么方法 我们现在不见得跟得上 今天国小里面的一些要求 不过重点是 我觉得孩子们 他们感觉说 有人关心他 有人陪伴他的时候 他自己的那个 有时候对于人的一种戒心 或者是为了要表现自己 不是好像被人家要照顾的那种 甚至于是一种要强的心 就那个戒备心就少了 有戒备心人放松 对于很多事情就容易接纳 包括说是 你跟他讲的不管是学校的事情 或者是生活上的事情 他就慢慢愿意接纳 对 人从这个地方开始愿意去放松自在 那接下来开始去想要表现一些什么事情 他那个自信心也回来了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学习跟成长上的重要因素 所以大家所认识的贺成蛋 因为我观察你从离开台北市之后 后来去中央 那其实面对很多新闻 还有很多事件 像我说机场捷运 书花改 这些我都认为是 部长你的真实形象 人们不知道 我所认识的那个贺成蛋 是当时那个在放心窝里面 那个晚上用自己的时间 陪穷困小孩 一起吃晚餐的那一个 那一位贺成部长 而且其实这些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你帮这些小孩 当时你是跟我说 你只希望这些小孩 是有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 对对对 我记得当时贺成部长 照顾了一个小朋友 他后来每天晚上都说吃不饱 可是我们明明看到说 他有吃了拿了便当 后来就发现他拿了便当之后 吃了一半之后偷偷拿回家 把另外一个便当交给自己的姐姐 对然后两个人分一半的便当 然后每天都跟我们喊吃不饱 那我那个时候看了之后 觉得好心酸 这个就是真实的台北市 那我们看到这么多问题的时候 是其实部长刚刚讲到了 从机场捷运或说话一管 以及当时辅导这些弱势的小孩 都是一样的心情 就是放下对方的戒心 整个团队的精神 所以这个我倒没有这样联想到 你讲得呵呵真好 是啊 对基本上就是大家要敞开心来了 重新找到 不管是叫做自己的自在 或者是对别人的信赖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不过于燕你刚刚提到放心 我自己的投入实在不多 我不敢邀功 那我一定要强调几个名字 不管是戴章皇 邓将达 董事长 郭瑶琪 王品 他们几位 当初我们是在阿扁市府里面的老同事 在于燕的这个介绍 跟我们国顺理理长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落实帮忙之下 我们能够在这几年来 不断的去帮助一些孩子们 他们从国小到了 可能在生活上 在自己的成长上面 您更大问题的国中时代 我们都还能够继续陪伴他们的 这一点我们自己也觉得说是 不是我们的功劳 而是我们也感谢 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观察 在台北市其实有很多问题 是不是教育 也不是什么分数的问题 而是家庭是社会 大家一起要来帮助他们成长 我们要帮助的事情 对所以我说我所看到的 部长在处理整个交通问题里面 跟处理放心坡是一样的 就是让整个团队 他可以运作起来 然后接下来还是展开互信 所以这里面的过程时间 是真的花的时间比较多 有一段时间还很多人都 就是抠部长 希望部长说什么交通事 怪怪的事情一大堆 叫你去拜拜 后来那个时候正好菊姐 带你去三奉公是不是 是是是是 是现在时间是8点30分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再回来讨论 到底在三奉公 还有后来的交通业务 发生了什么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头发生了什么 在三奋公 提起赵 第一队 林俊吉 方千玉 青情对象 七虹烧火 对你去骗 我买要怎么没得地 人手满手 敢说是天马公平 我愛你 七情歌王 林俊綺 白秉慧專輯 七香紅花 華特音樂 阿嬤 母親節快樂 這個六根調理機 送給你做健康 有更好喝的豆奶 這麼好啊 我來試用看看 六根調理機 真的打得很順耶 不但有六種全自動料理模式 可以輕鬆做濃湯做豆漿 而且家電馬達 都有七年保固耶 現在買六根調理機 就送五千元六根禮券 快打0800 805 080 或是六根六根全國門市 媽 我回來了 家裡好涼喔 媽 你冷氣開那麼強 電費會飆高耶 冷氣我開到平常是一樣的 我是從米松家事部 最新的三屁 環保全遮光部 百分之百遮光 一頭照顧一下 而且還通過 歐盟Ocotex 二級環保認證 有MIT微笑標章 報道安全健康 大家信頼 跟其台灣製作英萬為咱用心 米松家事部 國聯大飯店 自助餐 午餐650 晚餐699 限期優惠9折 鐵板熱燒鮮魚蝦 新鮮生魚片 讓您盡情享食 義大利麵及二樓中餐小吃 指定信用卡85折優惠 另外一樓新餐牛排 買一送一 國聯大飯店 提供喜宴會議專案 是您喜宴會議場地 最佳選擇 國聯大飯店 零二二七七三 一五一五 來來來來來來 大和賞氣密窗 邀請你最近來參加 由報道神社所基盤的 作詢溫泉秘境 新北斗的活動喔 五月二十六號 五月二六 拜六再去九點九十二點 在捷運新北投戰前廣場 大和賞氣密窗 在現場提供免費體驗活動 五月二六 五月二十六號 大和賞氣密窗 邀請你帶著報道神社 請你帶著報道神社 新北斗一定要來喔 同步更新 歡迎回到超級報報 我是簡宇彥 今天在節目現場專訪的是 交通部長賀成淡 那部長剛剛 其實我也知道 這次過程發現很多 很奇怪的事情 比方說 有的事情機場突然就會出事 交通上面也常常發現 很多不可預料的事 那個時候很多朋友都一直打電話 叫你去拜拜對不對 對對對 後來拜了 對這個 有一陣子幾乎是陸海空 都有各式各樣的情況 對 那在接下來又有這個 在我們軌道前南基礎建設裡面 對 軌道的投資 或者大家認為說 我們是不是在政治上面 好像說是去做球啊 等等這些事情 所以不管是屬於是外在環境的 或者是在政治上面一些糾葛呢 我們坦白說 每天都是戰戰兢兢的 對 所以我記得菊姐那個時候就跟我說 不管是 是不是信這個東西 已經進人士了 也來聽天秘一下 對對對 應該是要這個 想辦法要用自己最大的誠意 不管是跟人溝通 或跟老天溝通 然後見老天再去溝通別人 對 發生了好多很玄的事情 對 所以確實那個時候菊姐 就真的帶我去三逢宮 我也很記得在去了以後 真的好像有相當一段時間了 真的沒有什麼事情了 當然最近機場又有這個 什麼滑行道的事情 對 滑行道的事情 我看了也覺得很捨不得 他是說 就有機師抱怨說 那機場跑道從來沒有一次是沒修復的 可是坦白啦 一個機場 那個機場也太舊了 對對對 那個跑道也搞了30年了 那所以大家每天 就在討論說 機場要如何的時候 我就想說那過去幾十年來 這些的政府 大家都沒有規劃嗎 那現在要重新規劃 應該要趕快處理了 對不對 是這個事情其實 最主要原因就像剛剛余燕講到的 他已經是一個40年的機場了 那麼然後每天 現在大概一天有400班的飛機 那麼現在雖然已經盡量用 比較晚上時間來做維修 不過因為這個機場的這個跑道 他很多他從材料進場到現場 確認這個交通安全是沒有問題 等等等等 其實真正能夠十足的時間 也不過就是三個鐘頭的時間 這樣一個三個鐘頭的時間 要把這個很多長年碾壓 所造成的一些問題 從結構性來改變是不容易的 再加上我們現在正在 正在進行第三個行下的這個興建 以及第三跑道本身的一些地址上 或者其他的這種先期的工程 所以這些事情都使得 有一點像一邊穿衣服 一邊改衣服 所以在這個能夠爭取的時間有限 每次能夠做的範圍 也就比較打折扣了 不過現在這個情形據我所了解 大概我們預定要去全面整修的 這個屬於滑行道的部分 大概三分之二屯已經完成了 我們原定是109年年底 來把所有全部做完 我們現在也會在這個 大家的期待 跟我們工作上的 越來越有心得以後 把這個時間能夠提前 提前多久 我們至少能夠提前半年吧 所以在明年上半年就完成 對 我們希望能夠在 前幾天其實機場那邊才說 是109年底 對對對 你又去盯他們了 對 這個當然我們應該 能提前就盡量提前 那不過這個重點 除了提前以外 重點是我們的品質 不能夠打折扣 那這就是要讓大家來放心的 就是 跑道的部分 其實目前沒有什麼狀況 目前大家看見的 確實是滑行道的問題 那滑行道就是剛剛我所談到的 它每次能夠在大家進出 因為我們的這個機場 正在改建當中 所以原來有一些停機坪的空間 可能也不太夠了 就變成說滑行道 有些部分它在使用上面 也要兼顧一些短期的這個調度 就使得能夠 剛剛講到的 能夠施足的時間跟範圍 都打了折扣 不過這件事情 我們重點就是要強調說 絕對不會影響非安 對 因為這個 也許在效率上 或者是在今天 大家有一些工地的這個管理上面 讓大家看得不太舒服 但是沒有沒有非安的問題 我們也因為是在非安上面 可以做到 不讓大家擔心 所以我們最近這個 所謂的這個準點率 其實這個半年來 即使按照新的國際標準 我們在半年來 都不斷還在進步當中 就是代表整體的 不管是航班的調度 還有我們這個駕駛們 對於進出機場的這種 放心的程度 請大家不要擔心 所以這個部長有釘對不對 因為像你從台鐵 我很討厭這個延遲進站 像人家這高鐵 一發射的時候 就強調它的準確度 是 所以現在飛機也是朝向 它越來越精準的方向前進 這是一定的 因為是大家都是 國際上飛來飛去 會自動比較 而且現在 大家通通都數位化的資訊 沒有能夠僥倖的 所以這件事情 進步與否 我們是可以見得起大家公平的 對 所以有關於 整個的滑行道的部分 本來是109年底 今天部長在這裡宣布 會提前到上半年就結束 最起碼要幾天半年 對 最起碼 在明年再釘一釘 就是到更早了 那但是你剛剛也提到 機場的問題 我們去看新加坡或世界各地 他們都是在 他還沒有老舊前 就規劃一個更大型的機場 但是當然台灣地產 人稠 所以要去找一個很大的 像新加坡機場這樣 或者是像香港一樣 填海的 其實可行度不高 可是台灣的觀光客到現在 去年已經1,074萬人次了 微幅成長 那人家曼谷也是透過他們軍政府 短暫讓曼谷的觀光旅遊 不管是落後來進步 全部都變成觀光聖地 所以台灣來發展觀光 第一個當然是機場的部分 未來能不能可能有大規模的改建 一個更新型的代表台灣的機場 那同樣對於觀光的部分 部長其實我都覺得交通部長的業務 有一半應該放到觀光上面 可以因為實際上不一樣 是是是 他可以去取代外交的工作 國際的工作 沒錯 那麼重要 而且他可以讓台灣產值增加 那所以部長 一個是對於機場 他能不能再大幅的改變 那第二個就是台灣 台灣如何讓發展觀光成為亞洲第一 對這個觀光他除了是已經在大家數位化 尤其廉價航空廉價住宿 變成說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說是 樂於到國際上面去體驗 但是越是這樣就應該代表說 他們要體驗就是有在地特色的 所以這個情形都等於是在 我們跟全世界在競爭 競爭的不只是那個量 而是別人什麼人會來 有消費力的人來 或者是有間別力的人來 我們才能夠使我們的觀光不斷的成功進步 這個角度下呢 我們所談到的可能不是一千萬增加多少的問題 我們其實很感謝的是 我們在前兩年 我們所謂千萬 但是其中可能有將近百分之四十 都是同一個來源 那這個能夠在路客 能夠改變之後呢 變成是我們能夠更多元 而且能夠更跟我們的 過去比較沒有開拓的東南亞來做這件事情 這就跟剛才余燕提到一樣 他兼具外交 那也因為兼具外交之下呢 就讓我們覺得說 跟最相鄰的鄰國 在民眾啦 還有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呢 使得我們在這個上面 能夠變成在接下來的一些 不管是經濟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合作上面 就更有機會了 所以觀光確實有這樣的外部效應 從內部來講 它也很重要就是 我們台灣也許在過去 曾經有一段時間是 從國際分工上來講 是看重在我們的一些可靠的一些 有品質的勞力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 整個在國際重新分工以後呢 可能有一些產業已經慢慢移出台灣了 那什麼樣的產業能夠 再來再回到地方上 來幫助地方的經濟呢 可以說最不污染 又能夠長久的就是觀光 對 所以這個細嘴長流的這個觀光 除了是讓我們的生活品質 能夠經由這些購買力來慢慢提升以外 也使得在地恢復一些信心 同時這些觀光所留下來的一些 大量的就業人力 也等於是在幫地方上面尋找 所謂的返鄉的青年的基礎 這些事情我覺得都是代表 我們觀光除了對外有外交的作用以外 對內也有彌補城鄉落差 這麼一個重要的一個平衡的因素 所以這個上面就如同剛剛余彥講的 我應該花更多時間 也希望民眾我們大家對這件事情 給予更大的一個期待 大家共同來參與才好 對但是這個體驗經濟 以目前光是一個觀光局 要去整合各局處 難度就很高 你到各縣市去 你看像我們在台北市 是是是 台北市要做海外觀光很多的東西 我們自己也去下廣告 所以就觀光的部分 我覺得你們最近做的米其林 真的還不錯 明星帶動話題 而且有幾家餐廳 他現在是預約到 今年的除夕 這會不會太誇張 那我有個好朋友 是寧夏夜市的那個 豬肝榮 這個榮仔豬湯 是是是是 豬肝湯啦 他就跟我說 他也不敢漲價 是 但是他的豬 因為他每個豬肝 每個一半 只有一半能夠做來做豬肝湯 因為他們他爸傳下來 就非常重視品質 是 所以他豬肝就這麼多 他也不能多賣 他每天就看人家大排長榮 那其實他的收入並沒有比較多 但他獲得那個名 他當然也非常高興 那我就是說這個米其林 成功帶動的話題 如果我還在台北市的話 我會很建議說 你就開始做米其林郵城 是 然後接著要這些台北 比方豬肝榮 就要他到台中 或到哪裡也去 嗯 協助他要求他 但他去到那裡 不是他賺錢 你要幫他推整個的米其林郵城 但是要後續的配套 其實又在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又跟你喊沒錢 所以你在這個米其林觀光 這個美食觀光裡面 你就我就舉這個例子來說 部長會希望觀光局怎麼做 那我們如何徹底的 就讓台北市的觀光 可以快速起飛啊 對 語言講的是那一行話 意思就是說 米其林當然他從 怎麼跟他合作 然後他們怎麼評分 這些事情 基於商業的秘密 我們沒有辦法 跟大家分享報告 但他代表的 也並不是說 好像只是造福那個 比如說一二十家 對啦 因為國際的 操客會來 對對對 那他當然會有助於 台灣的觀光 對 他代表的 其實是一方面 是國際性的這種 是一種評比的機構 他看重台灣的 不管是潛力 或是我們在 至少食物上面的特色 值得向國際推廣 這個值得兩個字 就代表的是一種品質 也是代表 後續會帶動起更多的消費力 而且就像你提到的 當一個從祖傳下來 就重視整個品質的一個店家 他把他的經驗 除了是讓大家 能夠欣賞他的食物以外 他把他經驗 能夠到別的地方去推廣 也就是代表他的品質 要到別的地方去成為樣板 大家都朝到品質上面去改善 而且各自有他的食物上的特色以後 這才是我們推動米其林的重點 我們不是幫這些十幾家去做廣告而已 對 他們也不需要 我們其實是要 這幾家的生意都夠好了 我們是要把整個這個品質這件事情 經由這樣的一個評比活動的宣傳 以及這些店家 他們所倡導出來的那種典範呢 能夠成為我們整個觀光旅遊上面的 一種大家學習的榜樣 對 每個地方去發酵 安排起一些充分體驗的油層的話 那這些整個的這個消費跟油層 就整個可以提升了 對 美食觀光 我覺得他是台灣很重要的一環 像泰國去推動他的太食 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韓國推動他的泡菜的泡菜食物 那日本推動的是核食 那麼台灣的美食觀光 是不是能夠透過交往部全力推動 走到下一個里程碑 我們是非常期待啦 但是現在時間是8點45分 廣告之後我想要來問部長的就是 機車 是不是未來的電動機車 會成為新的主流呢 我們休息一下 隨便回來 阿公 我總算是找到體育的好處了啦 處邊有左岸公園 自行車道 未來淡江大橋 請過捷運V36站 驚路都會到 588萬起 兩房向海景飯店宅 8630 3086 台北晴灣 缺錢嗎 去金華借一萬月息兩百元 快打26837711 樹林華南銀行正對面 走錯家會後悔喔 缺錢嗎 去金華借一萬月息兩百元 快打26837711 樹林華南銀行正對面 走錯家會後悔喔 每一間廚都是讓我們幾個火 涼風騰風溫暖的地方 這就是每一個人心目中最好的廚 上豪宅了解你們的心情 用心做好每一項產品 最好的廚配最好的湯 上豪宅隔音氣密門窗 SYL 新陽龍 巴德新人花園夜市 仲夏祝寒慈善週年慶 九千八百八十八個超級大紅包 百萬商品小吃大放送 中獎機率百分百 四十三寸液晶電視吸塵器等大獎任你抽 六月九號快來把大獎搬回家 錯過今天就要再等一年 巴德新人花園夜市 桃園市巴德區長新路四十六號 阿米啊 奇怪耶 你點的照片這麼小 第二點又吃噴噴 是怎麼你的行李這麼好 是有什麼閉嘴啊 我吼是去報道連報網做工庫 這工庫如果做下去 人家就一直來啦 別跟你說了 我要快來去收錢啊 報道連報網在外幾號 還有抗議2322900023219000 來來來來來來 大和賞氣密窗 邀請你做人來參加 由報道新車所基盤的 造型溫泉秘境 新北斗的花園 5月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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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六再起9點92點 在捷運新北投站前廣場 大和賞氣密窗 這個現場提供免費體驗活動 5月26號 5月26號 大和賞氣密窗 邀請你帶著報道新車 作回來人辦 新北斗一定要來喔 掌握新聞脈動超級爆爆 與世界同步更新 歡迎回到超級爆爆 我是簡宇彥 今天在節目現場的是 交通部長賀成淡 那部長剛剛提到了美食觀光 也提到了蘇花改 還有機場捷運 看起來做起來是 還沒有成就感 可是我自己喔 對於每次在我過去的選區 大同區 在台北橋下 看到上面的機車 蜂擁而下的時候 那機車瀑布 那一年我拍紀錄片的時候 荷蘭的導演 堅持一定要把這一段 弄進去 我跟他說我想要剪掉 因為這個是我台北的 國際形象 可是他說 余燕這個是你真實的台北 三步要心生啦 因為這個整個機車瀑布 來代表人民生活很辛苦 可是接下來產生的廢棄也很多 對對對 那所以我知道 賀成部長是最環保的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每天都騎腳踏車 現在還是嘛 不行啦 盡量騎盡量騎 對然後就是非常環保 那面對這個機車的 機車瀑布和這個機車現象 我們要如何面對 對這個其實 首先我們還是覺得有點遺憾 這兩年來這個台北市的這個機車 又重新恢復成長 真的 真的 成長多少 那成長不多了 但是前面幾年其實已經慢慢的 比較是減少了 現在又再恢復成長 當然原因之一應該是 最近這個電動機車廣告做的很厲害 然後這個燒油的車子 也就是要互相應戰 所以也就有減價的 這樣的一個情形 這些因素加上 政府在一些貨物稅的減免 確實使機車這段時間 感覺好像有比以前便宜 那這個情形當然 大家追求自己交通上面的 一些選擇 本來是每個人的自由 但是以台北市公共運輸捷運 投資這麼多以後 這樣的發達 其實我們還是希望 大家除了是有時候自己需要的 一些自由方便以外呢 但是盡量在比如說固定的上下班 這些情形下呢 能夠盡量用這個公共交通工具的話呢 對於不管是叫做安全 自己的安全 或者是空氣的污染 都是很好的幫助了 可是你們要協助人民呢 因為我的朋友 他是開二手機車店 他的生意現在還是都很好 是是是 因為大家窮 想要省那個錢 所以騎Auto bike 比坐捷運來的便宜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騎摩托車 對對對 那所以怎麼辦呢 要如何協助 在講這個之前 我可能先跟大家提醒一下說 最近因為污染大家很關心嘛 我注意到這個 吳坤裕立法委員 他提出美國的研究 說其實這個交通污染的 這個嚴重性 比大家想像中要高 那麼特別甚至於他 認為好像電廠那個煙囪 那麼樣的威脅感 其實可能交通污染 更讓大家擔心 對 這事情其實我們從 剛才的機車使用來講 我們應該把這個 他跟生活結合起來就是 固然每一輛機車 或者是我們一些什麼貨車 他排放的量 遠比那個工那個工程 要少很多 但是因為他可能就在你生活周遭 包括說我們自己交通工作人員 也要來檢討一下 當我們為了方便管理會覺得 機車有時候讓他在一個 集中在一個帶轉區 這個帶轉區的 也許只有三平方公尺裡面 就停了五六輛這個機車呢 這個情形下 相信那個互相排放出來的量 即使不多 但是因為距離那麼近了 對每個人的這一種呼吸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這個 身體上的這個影響的 可能就比遠比那個遠遠的 工廠的煙囪要更嚴重了 那情形除了是交通管理上面 我們自己要來今後 不要把這些東西造成集中以外 我們也提醒民眾 包括你去這個 有時候接送小孩子 結果你在那邊要等小孩的時候 可能並沒有把引擎關掉 或者是比較多的機車停在一起 互相還在寒暄的時候呢 可能這個時候不是很大量 但是很集中的 就在孩子們的鼻子前面的 這一些空隙呢 就變壞了 所以這些情形下 我們都要希望我們自己 要把它當成說 騎機車是一個也許 或者是開汽車 大家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但是在某些場合 我們希望我們自己的交通工作人員 以及民眾 大家都來重視交通污染 遠比工廠污染 更直接在生活上值得來努力 所以這個部分要加強宣導 對 也是新的一個方向 對這個也就是我們最近 所謂空氣新進區 我們要來再配合空污法 來劃設 重點其實真的不是讓大家不方便 或甚至要去處罰大家 重點是提醒大家 空氣清淨這件事情 在你的生活上面 你怎麼樣可以落實 那除了宣導之外 會不會獎勵錯失錯 對這個裡面我們也希望 就是剛剛所談到的 我們並不希望看見這個 台北橋的這個機車瀑布 繼續成為這麼大量 除了剛才的方式 希望大家這個少用 不要集中用以外呢 我們也希望能夠大家盡量 假如你今天考慮到機車要換車了 不要說只是去想 就是換一個電動車 也許還可以考慮就是 試試看重新來注意 現在公共運輸上面給你的方便 所以我們在機車的補貼上面 不是完全說只有一種選擇 我們也希望來提出一個 配合環保署的綠點 我們也稱之為交通綠卡 那這樣一個綠卡的方式 不是美國的綠卡 是配合環保署的綠點 對我們希望 對我們這個錢 我們比如說 你要補貼兩千塊錢 我們並不是說 好像一次給一個多少現金 但是希望我們來設一個 比較是持續性的一個帳戶 那麼你當成說 你每個月比如說你的這個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大約比如說是這個六百塊錢 那麼可能就至少半年的時間 讓你每個月有一個戶頭 這個戶頭上面你去用你的 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 就可以得到免費 那我們也可以跟新北市 台北市現在推出來的這個 一千八百塊錢 這樣的一個吃到飽的 對吃到飽的 一起來結合一下看看說 怎麼樣使得 有些地方它的公共交通工具 如果已經適當的一個發達以後 我們配合這樣的一個 有戶頭的 而且是特定目的的 輔導性的 這樣的一個轉換 使得一部分的騎機車的民眾 他可以多一些選擇 讓大家通通都來 從空氣污染上面來真正彼此 彼此幫助彼此 對今天講出來的綠卡 配合綠點 我覺得是很棒的政策 那其實從政以來 我知道 部長遭遇了很多的挫折壓力 最後一分鐘 那最有成就感的時候 是哪一件事 最快樂的 其實沒有沒有那麼什麼單獨一件事情 有些也是要長年累月 才看得見他的成績 我不敢說現在部裡面有 到了部長這邊有做多少事情 但是我必須特別來跟感謝 當初我在中華電信的一些朋友 那個是更早以前了 但是那個中華電信的民營化 當時我知道 我知道是花了一些精神 那倒不是要強調我們自己花多少精神 而在於如果沒有民營化 今天我們在越南的一些轉投資 不容易成功 今天中華電信所推出來的一些小金基母 給大家的投資機會 給員工創業 以及我們在這個資通訊時代 怎麼樣用技術來創新 這樣的一個機會 也不會實現 所以我們希望 不管是這個 我倒不是講我自己 而是所有的國營事業 包括我們自己交通部 所有這些事業單位 也不要以為就像郵政公司 不要以為說好像去買了幾輛這個電動機車 好像就變成是 不錯啊 他至少買了一千多部的電動車 那我這個並不是小看他們的努力 而是表示說郵政公司 還可以在一個比較傳統的行業裡面 找出很多創新的機會 他們跟民眾的接觸這麼多 他們的創新就是不斷的 我們再給民眾一個示範 也是來鼓舞大家 一路朝進步去走 對今天非常謝謝賀成部長來到節目 談到的 其實我看到的是一種價值 真正的去用身體帶動整個團隊的價值 謝謝部長加油 謝謝余妍加油 拜拜 謝謝 寇桑 你終於換新車了 對啊 結果我比較後 就是這台福特的ESCO 它有鑽車的品質 空間大又舒適 讓我女兒子拿公主般的享受 還沒真貴 ESCO 有名是豪華中型車 幸福小車價 現在五五好享受專案 有五萬政府就換金 還有五萬福特好禮 再抽豪華公主郵輪雙人行李油金 看起來現在換ESCO回到時候 對啦 唉唷 你這個人 怎麼還算他專心庫 趁你路回來 洗都洗不起來 這是要怎麼辦 不用玩了 現在有廟主婦橘子傳說去污霸 那是什麼 廟主婦橘子傳說去污霸 有特殊配方超強去污力 能夠瞬間產生高效能活氧氣泡 徹底去除污垢 不管你的衣服是沾到油膜 茶漬還是各式髒污 一包下去本身乾脆溜溜 有這麼厲害啊 也還有更厲害的 廟主婦橘子傳說去污霸 以中性溫和配方製成 不傷衣料 而且有天然菊油精華 無參化旁金 不加色素 不含螢光劑 不傷皮膚最自然 趕快趕快跟我說 廟主婦橘子傳說去污霸 到底是在哪裡買啊 電話金卡 焢八焢焢五五一 Q焢焢0800551900 現在常常一組有24包 不必一千塊 還要送你蛋白酵素精華液 菜瓜布喔 今天光雲怎麼沒有啦